哎 开始了 哇 最近大马股市掀起了一股牛奶热潮哦 没错就是Farmfresh即将要登陆大马股市了 它的首次公开发行IPO有什么亮点呢 我来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好吗 那么我们先带大家认识一下 Farmfresh的核心业务 有些朋友说啊 Farmfresh不就是牛奶吗 哎 牛奶都分好多种的好吗 Farmfresh的核心产品有三种 第一就是冷藏即饮牛奶 chew ready to drink 第二就是高温处理饮品 第三就是酸奶优格了 那么这个冷藏即饮牛奶 跟高温处理饮品有什么不一样啊 很简单 大家去超市就会见到 冷藏的就要放在冰箱 如果放在货架上面的 可以保存期比较长的 那个就是高温处理牛奶了 那么这三大核心产品 分别占Farmfresh的经营比例的 多少%呢 第一冷藏牛奶占46% 高温处理牛奶占31% 最后的yogurt占10% 而占他的营业额比例最高的冷藏即饮牛奶呢 占马来西亚的总体market share是18% 而这个市场领域的龙头老大 Douch Lady子母排牛奶 他的市场占有率高达37% 而酸奶市场Farmfresh是在马来西亚排第三 市场占有率是11% 排在第一跟第二的分别是Nesley 以及马来西亚牛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Farmfresh的capacity 它的产能是多少了 在马来西亚目前它拥有6个奶牛厂 以及2个加工设施 在澳洲Farmfresh也有经营一个加工设施 总共容纳18条生产线 截止到2021年的4月1号 Farmfresh每年能够生产高达137个mL的乳制成品 以及高达84个mL的加工牛奶 哇 这样子Farmfresh要有多少头奶牛 才能够生产出这么多的牛奶乳制产品呢 在Farmfresh的IPO招股数里面可以查阅得到 Farmfresh目前一共有7861头牛 而截止到2021年的4月份 最新数据显示 Farmfresh旗下的7000多头牛呢 有63.7%的牛是小于4岁的 为什么4岁重要呢 因为4岁就是奶牛产量的最高峰 也就是Farmfresh的牛会长大 牛奶的产量也会逐步提高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关心一下 Farmfresh这盘牛奶生意有多赚钱 就是研究一下它的profit margin好吗 在它的IPO招股书里面显示 Net profit margin净利润赚幅高达11.9% 然后Gross profit呢会更加厉害28.7% 接下来跟大家讲一讲 Farmfresh最主要的market segmentation 它的销售来自于什么市场 毫无疑问马来西亚就是它最大的 最主要的销售市场 占了它整体销售额的86% 排第二的是澳洲10% 新加坡4% 还有文莱不到1% 再来了不 Farmfresh这一次的IPO筹集的资金 最主要的用途是什么 第一筹集所得的资金46% 是用来扩展马来西亚的业务 另外33%筹集回来的资金 是用来扩展澳洲的业务 以上我们介绍的是Farmfresh的IPO的 基本介绍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次Farmfresh的IPO 有些什么样的亮点 第一Farmfresh拥有超过33年在乳制品 行业经营的经验 而它的成长率 也是在乳制品行业里面最高的 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从3% 变成现在的18% 第二Farmfresh拥有马来西亚 最多的AFS品种牛群 这个品种的奶牛 是全世界产量最高的奶牛品种之一 而刚刚我们就讲到了 Farmfresh有63.7%的奶牛是小于4岁的 也就说它接下来还会迎接 它整体牛奶产量的高峰 好 接下来呢 可能是很多投资者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就是Farmfresh的IPO值不值得认购呢 那目前我们能够拿到的资讯呢 还是相当有限的 在它的IPO招股书的初稿里面显示 它这次IPO呢 要发行743.18M的新的股票 而当中只有5%呢 是配售给大马公众投资者的 而Farmfresh具体上市的日期跟IPO发售价 这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呢 是还没有定下来的 预计是明年的上半年 那既然它的IPO发售价还没有公布出来 我们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 它的这个IPO是贵还是合理还是便宜呢 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可以用它这次筹集资金的目标 是将Farmfresh打造成为一个2B21马币市值的公司 那么我们将这个净利润除以它1.858B的总发行票数 就可以算出它的Earning Percent每股盈利是0.018 那么将这个价格1.08除以0.018就可以算出它的本益比P1是60倍 对比一下Douch Lady子母牌牛奶目前的本益比呢是28.8倍 那么Farmfresh的这个IPO预计的估值状态并不便宜啊 喂老师你讲那么多啊 到底怎么看这个IPO啊 好了我跟大家讲一讲我的个人看法了 其实在马来西亚呢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大型的消费品牌 Consumer Product的IPO了 而且呢还是Fast Moving Consumer Product是快销品来的 我喝完再生产喝完再生产 那这个东西呢是马来西亚股市呢很期待的 第二它是一个属于马来西亚的新兴的消费者品牌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的价值或者这个品牌的知名度 也在变得越来越强 所以呢我的总结就是这个IPO有可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IPO 啦这样子讲OK吗 喂刚才你刚刚给我喝什么牛奶啊 哦先来哦 啊我有乳糖不耐症的哦 我要喝这种的哦 哦哦哦 刚起大我了 那如果我们明年才能够买到Farmfest的股票 那么今年第四季度 我们还有什么好的投资机会在马股里面 等待着大家有成长潜能 估值又比Farmfest更加有吸引力的呢 想知道吗 想知道的话 马上点击我们屏幕下方的报名链接 参加我们的网上分享会 我们到时见 收工